生巧克力的味道好濃 你這樣吃好癢育喔 一勺 之前對日本伴手禮的那種甜膩感 泡汁 好好吃喔 超級難搶 它不喝到1880耶 魷魚的感覺 它有點炭烤的香味 準備三包 抽獎方法 11月30號 哈囉 歡迎回來賴媽的主婦生活 現在是2021年的10月底了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冷欸 就有一種直接從夏天跳到冬天的感覺 然後想說現在這個時候剛好可以來拿到我 夏天我把它拿到的一件事 就是我要開箱日本的 一些像是巧克力或是起司 比較容易融化的東西 然後因為第一集其實 我覺得流量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給我一個很正面的回饋 我其實還蠻開心的 我覺得第二集呢 我就是一樣訂上一次沒有訂到的遺珠之汗 想說這次一起開箱給大家一起吃吃看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來開箱保存期限最短 大概10天 然後也最容易融化的品項好了 這個是Vanilla Beans的 這個是以巧克力起家的一個甜點店 它的禮盒主要是做巧克力餅乾 然後生巧克力可能像是蛋糕啊 或布朗米類式那樣的口感 然後我買的這個是綜合的 打開來是這樣 它是黑色然後做的很有質感 這樣八個 代購價是大概1300塊 很貴喔 一個大概平均要100多塊是不是 然後它是一個一個包裝是這樣小小的 然後它是寫Chocolate No.25 我這是剛從冰箱裡拿出來的 它其實裡面蠻小的耶 喔 生巧克力的味道好濃 看一下進照 它長這樣子好搖運喔 長這樣子 很像化妝品的東西 它看起來很像就是夾心餅乾 然後中間那個巧克力超厚 聞起來很香 就直接吃了 它餅乾就是一般的酥酥的餅乾 裡面很厚的生巧克力耶 這完全就是我愛的那種東西 它的甜度不甜 甜度我覺得大概五六分 裡面的生巧克力 我覺得要冰起來才好吃 就是很像那種 ROYS的那種生巧克力 喔 質感很好 吃起來心情超好的耶 它另外一種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是 把它的這樣子超漂亮的 感覺很厚實 它這個也直接吃了 這個也直接吃了 這個好爽喔 外面是巧克力脆皮 然後有一點吃不出來它到底是布朗尼還是生巧克力 然後又吃到一些巧克力脆片 這個巧克力控拜託你一定要去買 甜度的話我覺得大概六七八分 是苦的那種 偏苦 大概六七十八 不會到很苦或很酸 這巧克力比例好高喔 超濃郁耶 然後口感也是 也是軟中帶脆 脆中帶軟 這好好吃 可是一定要配茶或咖啡 餅乾的這一款 還有帶一點點咖啡的香 它這邊有分耶 25跟27 所以才是有差耶 27還有甜巧克力 這個是最甜的嗎 它感覺面生巧克力好像又有點麵粉感 不是說完全是巧克力的東西 27要甜巧克力 確實有甜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差別不大 那我要給這款Vanilla Beans的分數是 4分 很好吃 但是就是有點太貴了 接下來第二款是超級可愛的 它叫Audrey 很可愛 Audrey 草莓奶油花束脆餅 然後它好像是跟草莓有關的 甜點 然後它的包裝超可愛 就是狗狗啊 就插畫風就對了 一起打開囉 長得還滿完整的耶 完全沒有損壞 很開心 它們這個頂盒都會有附這個 超可愛的 然後它其實有原味跟巧克力 我這次就是全部買原味 因為它綜合的這個價格 簡直就是更上一層樓 那我們就開一個來看看 它可以放到12月 它比我想像中小耶 果然這種東西還是要冬天的時候 那我就直接一口吃了 它甜度啊 有點高 大概八成甜 怎麼辦 我覺得現在吃完它 我有點小失落 其實上面那個冷凍草莓啊 就是一般你買得到的那種有機冷凍草莓 但我知道那種草莓也很貴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 嗯 就只是冷凍草莓喔 就是好像沒有那麼貴的價值 但它脆餅的部分也很香 然後奶油的部分就是 我覺得就一般般 但整個吃起來就是因為那個草莓有酸味 所以就是酸跟甜 吃起來蠻協調的 然後不會很膩 主要是它的包裝吧 很可愛啊 吃起來就是很有那種少女的感覺 它這邊有個小女生這樣子 嗯 嗯 好吧 那這款Odry草莓奶油花束特餅的分數 我給它3.2分好了 好第三個我們吃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它叫做 My Captain Cheese Tokyo 然後它很可愛 就是因為它 它主要是做起司的 算是甜點 然後它把它做成漢堡薯條這樣子 然後我買的是綜合 三個各一個 然後它就會放在這種杯子裡 打開來 這個是紙的啦 喔真的很可愛 而且沒有融化 小漢堡 然後薯條跟蛋糕這樣子 那我就先吃漢堡好了 好濃的起司味喔 它其實就是起司餅乾 就那種Cookies 然後中間應該就是那種冷凍的起司片吧 還是巧克力 起司味道超濃 我覺得如果會有點怕起司的奶味的人 可能會不太敢吃 先吃這個 外面這個吧 外面那個很像是白巧克力 是起司片的味道 它的質感就是白巧克力啊 好那我整個吃了 嗯 說真的這比我想像中好吃耶 因為其實它整個吃起來不會膩 它是比較偏就是偏鹹的起司餅乾 它上下兩片都是很濃的起司味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油 是酥的那種 然後偏乾 中間好像有用一點點鮮奶油還是什麼 去拔作黏合 我覺得吃起來口感還蠻多層次的 幾乎沒有什麼甜味 有點是甜鹹交錯 大概五比五 不太會有膩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吃這個薯條好了 它應該就是起司餅乾吧 就是比較鹹的餅乾味道 嗯 好酥喔 這很好吃耶 這就是那種鹹的起司脆餅 那酥脆程度就感覺好像是才剛出爐 大概三天內了 應該說這個東西不會是很特別的口味 可是你把它包裝成很可愛的薯條 為什麼吃起來心情就很好 好我們再來吃這個 應該是起司蛋糕 這感覺好濃喔 就是很厚實濕潤這樣 它有一些橘橘的那種起司塊 它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耶 我會把它預測成是一個很濃的 然後偏甜的那是起司棒蛋糕 但完全不是 它咬下去本身就很像是一塊乳酪 然後它裡面有那個比較鹹的乳酪塊 增加口感耶 我覺得這好好吃 它整體吃起來這三個項目都是偏鹹的 不是那種甜的東西 欸我覺得好特別 這有點像是起司干貝的那種 那樣的感覺 就知道那個鹹味吧 我覺得這三項其實吃起來蠻耳目一新的 就是一勺 我之前對日本伴手禮的那種甜膩感 記得這個也不算貴啦 這代購大概320 這個我覺得你去日本 我覺得可以請他買這種可愛的小罐裝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我還蠻喜歡的 好那我要給這款 買Captain Cheese Tokyo的分數是 4.2分 那接下來這個叫做 Baked Mellow 它就是好像是最近日本蠻紅的那種 那種上下圓圓的那種麵包餅乾 然後中間夾那個軟軟的鮮奶油 或是銀花糖那種東西 它是這種 它是四大格 然後我買的應該是經典原味 我記得它的價錢 大概購價也是蠻貴的 然後它的大小還蠻大的 哇 有一點點可愛耶 但它有點融化變形 它的餅乾是原味 然後裡面還有塗巧克力醬耶 然後在裡面就是 真的是黏黏的那種棉花糖 這邊好像還有點烤過的痕跡 那我就直接咬了 嗯 說實在我一直以為那個棉花糖會很甜 但其實比我顯像中再不甜一點 可是它那個餅乾就真的蠻軟的 就是有點軟掉了 然後跟那個棉花糖融為一起 都是軟的 這裡面還有巧克力醬耶 它的棉花糖是屬於比較有嚼勁的 不是入口即化那種 說實在就是有點甜 不是讓人很驚豔的感覺 整個吃起來我覺得到9分甜吧 甚至10分 然後因為全部都很甜 所以你也分不出巧克力醬的味道 你會覺得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如果它巧克力醬偏苦 或它餅乾再不甜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好吃一點 嗯 甜到不知所語 那我們要給這款Baked Mellow的分數是 2.8分吧 接下來是蓮倉紅谷的核桃糕 然後它很可愛的地方就是它 是那種松鼠的圖案 超可愛的 我買的這個是5個包裝 然後聽說10個包裝是鐵盒 但是價錢又實在太貴 我就沒有特別買 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是核桃糕 我覺得日本的伴手裡裡面比較少 而且比較沒有吃過 所以我就買來吃吃看 而且蠻多家代購都有在賣 哇很可愛欸 長這樣子 聞起來好像有點豐糖的味道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樣子 小小的 然後蠻扎實的 這次的甜點就是都要先冷藏之後再吃 嗯 嗯 嗯 其實我想像中好吃蠻多的 因為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南藻核桃糕 比較有長輩在吃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好吃的 而且核桃對身體其實很好 但是它那個比較黏牙 那這個不會 這個就是上下它是做 比較酥脆的餅乾底 然後中間我覺得我有吃到 焦糖的那種脆脆的東西 它裡面這個東西應該是焦糖 它吃起來很好吃 就是因為核桃本身沒味道嘛 所以吃起來整個不會很甜 然後又有焦糖的香跟核桃香 嗯 好好吃喔 難怪那麼多人要代購 它的焦糖那個部分是不會很硬的 蠻軟的蠻好咬的 哇這很適合當伴手禮欸 嗯 這很好吃的推推推的 要說它甜度的話我覺得大概 六七分吧 這可以買十個鐵盒包裝 那我要給這款 蓮昌 欸我剛剛是不是都念錯了 是蓮昌 那我要給這款 蓮昌紅骨核桃糕的分數是 4點2分 接下來我要好好的介紹 這個是裡面最貴的一個鐵盒餅乾 它其實是來自於明古屋的一間咖啡廳 它叫做Cafe Tanaka 這個鐵盒餅乾超級難搶 這盒的代購價是1880 然後我去它的官網 日本的官網看 它會告訴你喔 釋出的日期 可是你還是要手刀的去頂 然後我跟這個代購買到的是 萬聖節限定款 還有附這個提袋 然後那個代購把它包得超漂亮的耶 超開心的 它包得也太美了吧 哇捨不得拆耶 日本的包裝就是漂亮 超美的 它的盒子就是這麼漂亮 然後這個好像是大的款式 日本的鐵盒餅乾好像都是咖啡廳去除的 因為它為了配咖啡 它們就會做很多很好吃手工餅乾 然後這款它的名字叫做 REGOLD DISH HERO 我們就來開看看 聽說是萬聖節版本 應該會很可愛 可是不知道會不會碎裂 它有一層包子 你看你看 它告訴你有萬聖節的一些 很可愛 英文到那個餅乾的味道 超可愛 完全完好無缺耶 太可愛了吧 這代購很讚耶 你看你看 還有那麼多種的餅乾 顏色超可愛的 盒子超美 馬卡龍色 好 我覺得鐵盒跟餅乾本身看到 就是已經就不用扣分了吧 試吃裡面的一些款項好了 這看起來好好吃 這什麼 直接吃看看 嗯 它出塊1880耶 真的難想 好好吃喔 裡面的堅果 應該是蒸果 然後把它凝固起來變成一個脆餅糖 好好吃好香喔 怎麼第一個就那麼好吃 可是蠻甜的 那我吃這種小小的蛋白餅好了 它也沒有死甜 它是有點芝麻的香味 應該是跟這個沾在一起 好脆喔 這個捨得吃嗎 吃一個南瓜餅乾好了 會不會太可愛啦 它上面是翻糖 很甜 下面好像是起司餅乾 這應該是抹茶的 我把它吃吃看 這個有一點點小脆力 嗯 這個就比較有那種奶油的那種口感 它這個都蠻甜的耶 再吃一個鑽石巧克力餅乾好了 嗯 這不錯耶 這不會死甜 巧克力味很濃之外 它是吃得到鹹的 有點帶鹹味 所以你吃起來不膩 嗯 吃到最後還是好甜 OK 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這裡面的餅乾 我這樣大致吃了六七成 我覺得都很好吃 它是很用心在做餅乾的 也難怪那麼多人會去搶 我覺得以它的造型啊 它的外觀還有它的包裝 跟它的好吃程度來講的話 1880的話 我覺得應該有值吧 上次愛學奶油餅乾是一千 也是一千多塊 可是它的裡面就是只有兩種 然後數量不多 但也很好吃 好那我要給這款 Cafe Tanaka 然後它的 Red Gold Dish Hero 還有鐵盒餅乾分數是 4分 接下來就是很有名的 凝骨烏蝦餅 然後這個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然後我發現蠻多代購 也在幫忙買這一款 然後這一大包是399元 然後保存期限可以到三個月 那我們就拆開來看看 然後它是 很好打開耶 然後有夾鏈袋 喔好香喔 好蝦的味道 它的種類蠻多種的 然後這個看起來好像是什麼 花枝還是章魚 然後這個就是 黑色墨汁 然後這種一般的也有 然後還有綠色啊 然後紅色這樣子 就蠻多種類的 那我就先吃這個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有蝦子在裡面 蝦肉 這吃起來有那種鮮甜鮮甜的 蠻多甜味的耶 很像是那種魚漿蝦漿 然後其實我覺得蠻鹹的 再來就是這種一般的蝦餅 紅色有點厚厚的 好脆 很厚實 但是又很酥脆 然後很香 再吃個種 這包是什麼 魷魚的感覺 嗯 這魷魚味道好香 它有點炭烤的香味 然後吃吃看這個 黑色的 剛剛的魷魚有點辣辣的 嗯 我覺得明虎屋蝦餅 它是屬於那種很紮實的 它不是那種鬆鬆 很容易咬斷的那種蝦餅 我們台灣的蝦餅比較 口味稍微淡一點 然後比較大片 然後口感比較酥鬆一點 然後吃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很酸欸 欸梅子啦 是梅子味 欸這裡面還有梅子的味道 然後吃完就把它夾鏈帶夾好 因為這種東西最怕潤掉 我覺得蠻好吃的 如果喜歡吃蝦餅 或是比較鹹口味餅乾的朋友 我覺得應該會喜歡這款 因為它裡面大概有七八種口味吧 吃了不會覺得很無聊 然後口味蠻重的 可能要多喝一點水 好那我要給這款明虎蝦餅的分數是 3.8分 好最後一項是來自京都的 小倉山莊鮮貝米果 呃這個東西我其實一直都沒吃過 所以我不曉得它是不是這幾年 才比較紅起來的 然後它是包裝非常 我覺得算是非常精緻的米果類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在代購的網頁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哇好心動好適合送禮喔 然後這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呢 這邊我會準備三包 就是裡面各有五小袋 然後每袋裡面有八樣米果 然後我會辦抽獎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要怎麼抽獎的話 要繼續看下去 我買的這個是鐵盒的 然後它好像有很多種不同的尺寸啊 然後形式跟數量 然後這個好像是秋季限定版 那我們看一下鐵盒 欸 其實它鐵盒長得非常的樸素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這個鐵盒 好打開了 喔好可愛 哇 裡面還有一個那個小小的 算是介紹書 然後我要打開 喔 喔 它這個鐵盒包裝就是一大包 沒有辦法分開吃 所以這打開之後就要馬上吃完 就是也有海苔的啊 然後比較就是它是小米果 跟剛剛的蝦餅又不太一樣 這個紫顏可愛是一個小山 喔它聞起來跟蝦餅真的不太一樣 本來就不一樣東西 這個聞起來就是米的味道 然後有一點點像海苔 這吃起來有點紮實 蠻硬的 然後它就是海苔的味道在裡面 然後這種像是小醬油米果 它除了醬油的味道 好像還有柚子那種荊棘的香味 蠻特別的 然後吃長長的這個粉紅色 吃不太出來 有一點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它這個是有楓葉耶 楓葉的形狀蠻可愛的 也是醬油的味道 我必須說實話 我會把整體比較起來 我會比較喜歡剛剛的名古烏蝦餅 但是如果要送禮啊 小蒼山莊是比較可愛啦 這款小蒼山莊米果 給它的分數是3分 全部吃完了 我們這次的霧短飯熟的第二集 我們吃了1 2 3 4 5 6 7 8 8 然後其實也算是滿足自己想吃的欲望 寄來的時候我覺得這兩個賣家 它都包裝得很好 然後也完全沒有融化變形 好 那我今天要做一個最後的總評比 其實吃了這麼多 我覺得最令我驚豔的算是有三項 前三名 如果不論是價錢的話 我第一名我會想要給 我覺得是這個核桃糕耶 這核桃糕跟鐵合餅乾 我覺得這兩個並列 因為其實這個核桃糕我在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感覺 不論是香味、口感還有層次度 都有震驚到我 我覺得吃到這個有焦糖香氣跟餅乾底的 我覺得非常的驚喜 而且它的尺寸也不大 所以你吃起來不會很膩 然後這個我覺得可以買到十個有鐵盒裝的 我覺得還蠻值得買 Ragal Dish Hero 對 就是這個銀骨屋很有名的 咖啡廳出的鐵盒餅乾 它真的非常貴 這個也是比較大的 然後它的外包裝很漂亮之外 我覺得它裡面的東西完全就是 沒有讓我失望 就是它每一個項目 都是很用心做的 就是看起來雖然好像滿普通 可是吃起來其實跟一般你吃過的 手工餅乾 我覺得還是更精緻一點 然後我很興趣買到那個萬聖節的特別限量款 然後它現在還有在推出11月可以拍聖誕節的款式 我覺得超可愛的 如果喜歡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蝦皮或是IG的代購上找 它有非常多尺寸 這個算是大盒所以比較貴 第三個我覺得其實反而是這個耶 這個其實我一開始並不看好 我只是覺得它長得很可愛 可是它的起司的味道 讓我覺得有點超出我的想像 東西也是小小精緻的 所以吃起來搭配起來其實 反而沒有想像中那麼膩 然後它是偏鹹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裡面那個漢堡 然後中間有一個起司白巧克力 我覺得吃起來就是很 有種療癒的感覺 然後而且我覺得這個包裝啊 就是三種都可以吃到 然後放在這個罐子裡 我覺得超適合送人的 接下來我要講抽獎方法 我這次就是自己有買的三包 這裡面就是五小袋 然後裡面有 每一個小袋裡面有八種米果 然後它的搞成期限是到明年的1月10號 可以放滿久的 抽獎方法就是 在這支影片按喜歡並且分享 你要分享到什麼平台都可以 然後在下面留言 如果內容不限 你可以是鼓勵我給我的建議啊 或是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追蹤我 然後再來就是還要追蹤我的IG跟FB粉絲團 那我會在11月30號晚上 盡量會用直播的方式去抽 抽出這三位名額 然後我們這次是不能重複留言 所以如果你要申請很多帳號也沒有關係 會電到電會含油寄給你們 然後也是非常感謝你們有喜歡這樣的影片 因為其實它的成本真的很高 其實我拍得很開心 我也希望你們看得很開心 如果你還想要看我吃什麼 好吃的點心啊 或甜點 或伴手禮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你想要跟我討論 你在裡面吃過哪一項 你覺得還不錯的呢 好那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的頻道 來幫主持續說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按一下 按下 按下